每支队伍卯足全力 舞力全开 老中青各年龄层表现有氧健康舞的活力 不仅服装道具展现丰富创意 举手投足更是融合传统与现代 来自阿美祖的部落 把传统划船动作带入舞蹈 也有一开场就用优扬的排王鼓调 打动现场观众 因为我们小朋友很喜欢做运动 所以我们结合我们部落的歌谣 然后去做这样的一个创意 一方面也是要鼓励我们的部落们 走出来运动 屏东县牡丹乡正在举办 也将花季系列活动 为了提倡全民运动 推动有氧健康操 今年是连续第七年举办 原乡健康舞动大赛 共吸引到十二支屏东原乡 其外县市部落组队双赛 有氧健康操虽然强调 掌握律动展现活力 但也特别强调分铃分动作 达到老少选宜的原则 口令其实不是只有展现团队的精神 她其实也在测试 你的健康操到底有没有达到 心肺健康促进的功能 所以如果有那个队伍 是从头喊到尾的 那也很棒 因为我们的年龄成从12岁到55岁 所以尽可能的分铃分动作 分铃配速 很年长的长辈 你让她跳非常律动的 那个是很转的 然后她放后面的时候 其实都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 获得冠军的队伍是 屏东县春日相归重发展协会 准备了多久 我们准备大概两个月了 我们没有想到会第一名 这感谢感谢大家的付出 谢谢 经过竞争激烈的比赛 最后有屏东春日相归重发展协会 夺得冠军 第二名是来一厢部落传统文化发展协会 第三名则有在地的牡丹香 牡丹春夺得 记者Gurus屏东牡丹采访报导